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云南农颂的古树白茶 我们先来讲一讲蒙宋 蒙宋是在西双版纳的蒙海县 其实是一个非常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普洱茶的一个产地 可以算是新的六大茶山之一 跟布朗山 南诺山 赫开这些都是齐名的 都是在蒙海范围之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山头 那它上面还有小一点的 大家可能知道多一点 比如说像纳卡 像花竹梁子 这些比较有名的寨子都是在蒙宋山上 海拔非常高 应该说整个孟海县海拔最高的是在蒙宋 有保护的非常好的古茶园 生态非常好 其实包括福顶的白茶也好 就是福建的白茶也好 现在云南的这个古树白茶也好 总体的感觉喝起来 大感觉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甜 比较香 然后基本没什么苦涩味 这个是白茶我觉得最近几年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原因 所以今天这款蒙宋的古树白茶就是这样 就非常好喝 而且它的葱泡是没有什么任何讲究的 当然它的叶子很大 因为一个是本来就是大叶种的 云南的这种古树就是大叶种的 树林叶是比较大的 都是300年以上的古树 然后它的采摘标准 因为云南的白茶现在还是小众 小批量的在做 所以它的采摘标准是完全按照普洱茶的采摘标准做的 不像那个斧顶的白茶有分银针啊母蛋啊什么的 它没有 它就是一样的采摘很完整的叶子 很长的梗 那如果看干茶的话觉得特别大 但是它的葱泡非常的简单 你焖泡也好 你葱淡一点好 都可以 就是浓淡都好喝 浓了它也不会苦 也是只不过茶汤会更厚一点 它也不会苦也不会色 所以是一个非常很好泡的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耐泡 这种古树茶的内含物质比较丰富 基本上你要正常的盖碗冲泡的话 可以冲个二三十次都没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说它的香气非常高氧 然后滋味醇厚回甘很强劲 这是蒙宋古树茶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当然这个是它做成普洱茶的那个特点 它做成白茶以后呢 它的个性就完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 像这款蒙宋的古树白茶 你喝起来就完全没有它普洱生茶的那种霸气 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刺激感 它是这个白茶喝起来是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甘甜 当然它的香气还是比较丰富的 它的香气主要呈现的是蜜香 还有这个甜香 花蜜香和这种蔗糖的这种甜香 这个是云南这种古树茶的一种很明显的一种特征 香气非常好 那它的茶汤呢就是很柔和 很甜 然后喝完之后呢 嘴巴有这种清凉感 有一种很滋润的那种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